Gr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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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意大利人发新车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调侃这个新车名字的发音 这可能就是小一众国家的原罪吧 不买不用花钱啊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轻收品牌马沙拉蒂 发布了一个全新的中型SUV Grecare其实是地中海的一种风 这也算是沿袭了之前马沙拉蒂的一些命名的方式吧 不过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Grecare可以直接翻译成叫做希腊风 不过希腊风好像对于这个车型来说有一点点太弱了 还不够帅 不知道后面马沙拉蒂官方会不会推出给这个车翻译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 比如说格雷加格雷卡之类的 我们先来浅看一下这个车有这么几大亮点 首先虽然它用的是一个比较旧的Giorgio平台 就是之前大家很熟的Julia和Selvio的那个平台 但是进行了一堆魔改 所以这个车在明年会推出一个纯电动的版本 信息不多 但是会用上105千瓦时的电池 以及最大扭矩达到了800牛米 可以说性能上面比Model Y的performance还要再强一点点 第二点是今年推出的这些燃油版本里面最强的那个 是直接用上了MC20上面的双火化塞预燃烧式的海神发动机V6 但是最大马力有所下调变成了530匹 可以说这个版本是同级别里面傲视群雄的一个存在 因为即便是Markant的GTS也比它很明显的在动力上弱了那么一截 第三点官方表示这个车有同级最大的内部空间 包括轴距后排臀部空间还有头部空间宽度这些东西 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其实可以看到Clercale它的整个发动机的布局是比较往后的 比较中前置的那种感觉 它的几乎发动机的四分之三都是在前轴的后面的 而Markant它其实发动机可以看到基本上整个发动机三分之二是在前轴的前面的 当然可以让整车的重量分布变得更好 不过坏处就是可能内部侵蚀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两个车可能最终内部空间上面的差距不会那么的大 还有一个亮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列成亮点但是我还是放在了这里 就是因为之前ET7发布的时候很多人说未来这个1000瓦的音响多么香 然后现在Clercale直接用上了一个1285瓦的音响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一个亮点吧 先看一下这个车今年会上市的三个有内燃机的版本 从GT到Moderna到Tofio从低到高三个版本 前面两个是用的2.0T的四缸发动机配备一个48V轻混的系统 动力分别是300匹和330匹扭矩都是459米 至于Tofio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用了海生发动机的V6版本 所有的都是匹配8速变速箱而且是四驱系统 我浅浅的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三个车怎么样最快速的从外观上面去分辨它 首先相较于最入门的GT版本 Moderna它是后轴直接加宽了44毫米 44毫米我觉得对于马沙拉迪来说 应该是要重新调一下整个底盘的这些参数的了 而且轮距的增加可以让它的防侧倾特性变得更好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外观上面带来的那种宽体的感觉了 也正因为如此嘛 所以官方给它的后轮媒上面加上了一个小小的宽体 这种设计其实可以在AMG的SUV上面 或者MPOWER的SUV上面看到 GTofio和下面两个版本的最大的区别 其实很明显来就是前保险杠变得更加激进了 后面也从四出的圆形排气变成了方形排气 包括网上很多说前车灯像Puma 后尾灯像引爆这些事情不谈啊 我觉得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深得我心 因为它不像特斯拉或者是路虎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那些新的人车 他们的隐藏式门把手有比较复杂这些机械结构 它属于一个直接在门上面挖了一个孔 然后手掏进去 这么去按里面这样一种设计 这样就直接避免掉了很多没有弹出的这种尴尬 反正使用便利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车内也是直接用上了像是Model 3的那种按键式的一个开门方式 只不过它比Model 3当然要做的精致很多了 中间可以看到为了把传统的挡霸给让出来 留给储物空间还有无线充电还有飞架这些 所以现在换成了换挡按钮 直接放在了中控屏中间这一排 但是这个排列方式马上就让我想到了阿斯特马丁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阿斯特马丁是一个英国车 它的原生是一个右舵的车 所以它在你驾驶的时候移动的时候 频繁要去切换使用的D和R是离驾驶员比较近的 但是马沙拉蒂是一个左舵的车 它却把这两个键放的离驾驶员比较远 这是让我有一点不太能够想清楚的 可能就是单纯觉得从左到右的这样一个阅读顺序 PRND就这么放上去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中国人应该会蛮喜欢的配置 就是数字时钟 它不只是一个数字时钟 而且还可以显示很多其他的一些信息 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语音助手的交互界面 但你唤醒它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类似于Siri的小圆球 驾驶员前方可以选装一个尺寸还不小的HUD 而且它其实可以显示非常多详细的信息 包括导航的时候一些车道的选择 还有这些引导线这些都非常清晰 我不知道它如果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之后 会不会把一些相关信息也放上去 如果可以的话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和理想L9一样的配置了 拨片还是非常传统的意大利车的那种 布定在转向柱上面不跟方向盘一起动的拨片 尺寸非常非常大 但是有一个点就是你如果飘移的时候 想要升个挡占个挡 你就需要练就比较强劲的小拇指了 怎么去换 最后对Glecali来说最重要的定位 现在美国其实已经出了一个它的预售价格是63,500刀 对比一下美国Macan的起售价格 54,900刀的话大概是贵了15%的样子 15%放到国内来的话 和国内Macan的一个起售价格去对比 大概预测不负责任 Glecali的预售价格会在65万起 这个价格其实看着好像是比Macan贵了10万块钱 但是因为保时捷是需要选装不少东西的 选来选去各种东西杂七杂八加起来之后 可能最终落地的价格这两个车相差是不远 尤其是对于五六十万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购买价格来说 相差应该是会比较小的 这样一来的话整个Glecali的产品力方面 我觉得就是起码目前参数上来讲是完胜Macan的 不管是动力不管是入门的还是最高配的版本 尤其是那个信仰般图腾般的Tofio版本 都是动力更强 然后空间方面也是会比Macan要更大一些 尤其它在国内和腾讯金当合作的这样一个智能车机系统 我觉得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一个蛮大的吸引的点 除此之外比较实际的它产品上面和保时捷的差异 我觉得可能就是后期的可靠性的问题 可能也可能不存在 又或者是一些维修价格和维修的等待周期 这些问题是可能相较于保时捷来说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看下来 Glecali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不过这里可能就首先需要打破保时捷很多在国内的一些神话 比如说保值率神话 赛道神话 性能神话 这些东西 其实也相当于是两个品牌之间的这种附加值 这种溢价之间的一个竞争了